我们跟消防局同仁也承诺我们绝对会尽全力来协助家属后续的这些 新竹市大楼火警造成两名消防员殉职 市长高鸿安到场作证受访时一度哽咽 事后他也写了一封信给消防员 除了表达感谢还强调市府替消防员争取的权益 提及去年将超勤加班费由17000元提高到19000元 不过这让消防员看不下去 指出政府应该付的加班费却被说成是加薪实在无法认同 而且19000元是中央早就定下的标准 去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紧销的超勤加班费上限就从17000调高到19000了 所以他因应这个上限调高本来就是理所当然 既然有加班的事实那本来就应该要有加班补偿 我们是会认为说这本来就是消防员应该得到的 应得的加班费被当成在施语恩会 被人打脸信件中还提到为了解决人力不足 消防员原额从380人增加到496人 不过有疑似消防员的网友在质疑 报考人数越来越少 看看去年需要955人最后只录取351人 照这种玩法补100年也补不满 现况的这个消防员的人力大概就是在320到330人都是没有在补满的一个状态 把这个消防人力的上限提高到500人600人700人800人 只是一个表面的数字都没有实质的来去改变 高宏安还用这样子的数字来去美化自己对于这个消防权益的改善 那这样子当然会引起基层的不满 市长上任以来他都很全力的支持我们同仁在超级加班费 持续的在跟中央政治原额也尽心尽力在保障我们消防同仁的一个权益 一封腾息消防员的信件却引起基层反弹没有诚意 消防局急忙澄清 即便超级加班费或是原额扩增费用 对市库来说都是沉重负担 但市长却都坚持要办 明日新闻黄朝康新主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订阅明示新闻网